開車都是往前開 但先生你怎麼再倒退路 直到後方來了一整排轎車 他才稍微放慢速度 調整一下方向 繼續往邪後方退 看到這一幕 駕駛們全都看傻眼 難道你是活在平行時空 和別人走反方向嗎 不只嚇死嚇到 就能一旁的路人看見 也都趕快拿出手機錄影 我們實際重溫現場 這邊是新北環快的三重閘道口 可以看到這邊 行駛有右轉車 可以直接上環快 又或者是中間車道 過一個紅綠燈 也能執行上環快 而當時這輛車 疑似就是不熟路況 才會導致它開車開到一半 才發現自己開錯了 而且就因為是要連接環快 因此這邊的車速普遍都不慢 倒車沿路逆向超過40秒 確實相當危險 因此可想而知 逆向駕駛是想要省下 走錯路的時間 那就讓我們來測試看看 從三重閘道口到第一個出口 需要多久 即時開始轎車上去之後 第一個出口可以重新裝下 抵達平面時間耗費1分44秒 可能對前方未知的道路感到害怕 才會選擇原路逆向回到入口 但這種行為已經違規 可以開罰600到1200元 只是罰錢是小 就怕逆向釀成車禍 一時方便 卻讓自己和其他人同時陷入違憲 TVBS新聞 不管我就是小物心宴 是不是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